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是天下的主人 日后吹响 热血几乎 过空的军期 迎风飘摇 奢生王子 牵连人民军队 人和青春 走过向往水上 天不奥金 学不开放 兵荡学会 进入大墙 空间阵阵阵阵阵 民族的阶段 想着书房 想着圣经 天有小天风 同志们 现在 我们的部队 无论是从数量上 还是从装备上 都赶不上敌人 所以啊 我们必须要寻找 敌人的弱点 只要我们抓住了敌人的弱点 那就要狠狠地打 等我们打胜利了 就把我们的力量 分成疾苦 到敌人的后方去 和他们捉迷藏 让他们根本找不到我们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地去消灭敌人 从而壮大我们的力量 同志们 政治思想和革命纪律 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保障 三大任务 三大纪律 和六项主义 同志们要牢牢地记住 三大任务是什么呀 大将修备敌人 拿土豪重拐 做群众风格 三大纪律呢 行动并指挥 不达宫人终于一点东西 拿土豪又归宫 好 六项主义 又是什么呀 向门板 混乎藏 说话和气 买买公平 借东西要闻 此外东西要飞 同志们 大家的记性都非常地好啊 但是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三大任务 三大纪律 和六项主义 一定要运用到实践中去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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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竹谋红军 盘踞在井冈山一带 相干两区的形势 也不容乐观 所以在座的诸位 我们务必要在短区内 剿灭竹谋红军 好 好 各位事务 张连长 张连长 同志们 快点 同志们 保护三人 快 快点 快点 谢谢 我 看 地缴 有点 血ked 能不能 有一点 穀 看看 现在已经速度了合围之势 马上发起总攻 命令各队 发起总攻 飞骑总装分号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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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将戒时下令禁销井冈山 国民党军队分多路向井冈山各地区发起进攻 红四军在毛泽东诸德的领导下 对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取手势 对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 灵活运用游击战法 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打退了数倍于我的冠军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进脚 井冈山根据地迅速扩大到宁冈 永新 莲花三线全境 即古安 安福 穗川 陵县等各一部分 红色割据区域的面积达到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 五十万人口 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五十万人口 加古后猎 同志们 请坐 同志们 蒋介石这次吃了败仗 他一定是心有不甘难 他一定会调动他的敌系部队 进行增与 增加他的攻势 为了彻底地消灭这次敌人 对我们的来犯一定要打掉 敌人的先头部队要连夜处罚 对敌人形成合围之事 揭灭所有的来犯之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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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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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委员 蒙委员好 把这个拿来接一下 把这个文件下发一下 是 对对对 按着这个鞋 这个鞋那儿啊 来 我这儿看一下 是 是 好 好 一定要注意这儿 是 到这儿啊 明白 不行 我得找他去 你去找哪个 任志 你在这儿啊 我正要去找你呢 我这不已经送上门来了吗 你要是不来啊 那我就得三顾茅庐了 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任志啊 你在井冈山实现摸索中 总结出来的战法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退我追 这是对游击作战原则的 高度提炼哪 玉介兄 你是蒋武堂出身 在滇军中打过硬仗 后来又叫苏联专门去学习过军事 你算是军事专家了 我这十二个字啊 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 体会 你这个专家给我点评点评啊 任志啊 我不怕你笑话 在我过去所学的所有战争经验 和技法中啊 就没有游击作战的知识 也就是说没有你这十二字绝 那要这么说的话 这全世界各个国家打仗 都是硬碰硬地来的吗 至少 目前所有世界上的军事学院 是这样的 就连苏联的军事学院 他们也是那么教的吗 更是这样 那里的教官都认为 撤退就是逃跑 逃跑等同于叛变 那如果我们遇到了强大的敌人 他们的武器 他们的兵力 都要比我们强大得多 那我们也不可以推缺吗 不能 只有不断地进攻 冲锋 站至最后一个人 他们是不是傻瓜呀 他们的脑壳子是不是撞到地上 摔坏了呀 你说这么荒唐的事情 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我也是这样认为 对了 玉洁兄 我看你遇到强大的敌人 你也不是这么打仗的 你也要求我们要避时就须 不是吗 我是不认同他们的作战原则的 任志 我认同你的理解 在苏联上学的时候 有个教官曾经问我 敌强我弱 你怎么办 我回答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我就带着队伍上山 对吗 结果我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啊 这下我搞明白了 怪不得共产国际 老是要让我回中央 不断地在大城市里去暴动啊暴动啊 去占领什么中心的城市 看来除了在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之外 他们对于军事原则的理解啊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了 余杰兄 我们聊了这么半天 你给我那十二个字诀 点评点评吧 任志啊 你这十二字诀 字字中击 几真完美啊 若是再加四个字 把十二字诀 变成十六字诀 或许是炉火春青啊 请讲啊 敌疲我倒 至于敌注我扰之后 敌退我追之前 你看怎么样 好啊 好啊 那就是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玉杰兄啊 你这四个字 可挤得上四万两黄金啊 我看 这十六个字诀啊 以后就是我们战胜敌人的 至胜法宝 同学们说是不是啊 是 是 对 对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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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朱军长 陈主任 袁冲全带领二十八团二营 在探路的过程中 叛倍投敌了 他们与营党代表杜松白等 阴谋串通 擅自带着敌二营四个步兵连 和团部的机枪连 迫击炮连 向斯顺开去 企图叛变 投靠干军 刘氏益 有什么根据吗 有 这是袁冲全 先给您和陈主任的信 说不杀了朱德和陈毅 就不回来了 同时 他们还私自成立了特委 袁冲全自认书记 并穷穷极恶地说 我们就要换旗子了 真是人心难问哪 二营各连的情况怎么样 据我所知 有三个连的干部 识破了袁冲全的阴谋 连夜摆脱袁冲全 去追团主力了 你见到他们了吗 见到 他们让我报告驻军 二营全体制战员 永远革命到底 那其他被袁冲全 裹挟的部队呢 吉祥联合排气炮连 莫不清事实 其他的都跟袁冲全走了 是 军长 您怎么看 按常理 我会派林彪 率二十八团第一营先 去围歼 但是 这双方伤亡的 可都是我们红军的主力 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军长 我决定带领一个排前往 对不知情的机枪连 和排击炮连的同志们 进行政治攻势 我相信 我可以兵不血忍地 把他们都带回来 如果顺利的话 有可能把袁冲也都带回来 军长 您不相信我 不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沈尔卓 太危险了 没问题 我相信 机枪连和排击炮连的同志们 只要听到我王尔卓的声音 肯定会跟着我回来的 我还是不放心 不入虎穴 咽得虎子啊 军长 就算有万一 能把两个连的官兵都追回来 我相信 是值得的 不 千军易德 一将难求 老臣 你看看 我 没时间了 我今天晚上就带一个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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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王董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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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伟 一伟 你们怎么样 我们发现上套受骗之后 就偷跑回来归队了 回来就好 袁冲权在做什么 他们正在密谋着 叛遍投敌呢 我都知道 几枪联合迫击炮连的同志们 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 他们要是知道 叛遍投敌的内勤之后 就一定会像我们一样 偷跑回来的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我们不敢说呀 谁要敢说一个不字 他就登场枪毙 你们 你们这是 我去接受蒙蔽的同志们 王董部长 你们不能去啊 没关系 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志们 还是愿意跟我们回来的 可那袁冲权 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呀 不怕 袁冲权具体到什么位置了 他们 连夜从心意围 干到了思顺围 计划在这边歇脚 吃饭 然后 直接逃往碎川 好 感谢你提供的准确消息 穿过这条路 走过前面的森林 就找到咱们队伍了 再见 跟上 王董部长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吧 等我让我回来 跟茅园和朱军长 一起上几戈山 走 我们走 我们走 快 袁营长 到时刘长官的许诺 真的会兑现吗 绝无问题 带去一个连 奖励元大头三千 带去两个连 你我二人都可以升为 国军赴团企的军官 真的 放心吧 好 注意隐蔽 我先过去 你们在家待命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开枪 明白吗 明白 二十八团二爷的同志们 二十八团二爷的同志们 二 你真是王二爪 不行 他会坏了我们的好事 走 给我到院子里去 一定要稳住这些贴身的警卫人员 二十八团二爷的同志们 我是你们的参谋长王二爪 王舱部长 真的是王舱部长 是吗 是吗 真的 真的是王舱部长 是 是 是王舱部长 我是你们的参谋长王二爪 你们的营长袁冲泉 已经叛变投敌了 不要跟着他去穗川 投奔干敌刘士忆 是是吗 是真的吗 营长 营长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同志们 别听他的话 他是报充的 赶紧进屋 好 准备战斗 走 走 弟兄们 警卫派的弟兄们 千万不要听这个假冒的 王舱部长的煽动 我们现在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你们可都要听我指挥啊 这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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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包围了 好 这样 敌人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屋里的情况 你们先守着大门 看好从前外面的头道 打出每一个窗口和枪眼 他们只要敢过来 看见一个 打死一个 听明白了吧 明白 明白 接动 王安若他过来了 怎么办 他们真敢过来 我就打死他 二十八团 我说二十八团的同志们 我是你们的参谋长王二卓 我知道 你们是被袁冲全蒙蔽了 都出来跟着我回去吧 不会怪罪你们的 跟我回去 一起跟毛伟原和朱军长 继续闹革命 我出来了 不会带武器的 有了 这是我们的 他跟我绍脏了 我们抓住 那就别拒了 我有找到 我们下 Metro 伍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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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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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没人 他们跑了 追 快点追 是 快 王参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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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二卓不顾个人安危 仅带一个牌 追赶被原初权蒙蔽的炮兵连 及第五连少数叛逃官兵 在劝说士兵重新回到革命队伍时 被原初权开枪射杀 王二卓牺牲时 年仅二十五岁 他的牺牲 是我军的重大损失 全军皆碑 同志们 我们洪四军的好参谋长 我们二十八团的好团长 王二卓同志 牺牲了 我们一定要严惩叛徒 为王二卓同志报仇 严惩叛徒 为王二卓同志报仇 同志们 王二卓同志牺牲了 经前卫书记毛泽东同志提议 等我们的部队回到宁钢龙市 再给王二卓同志举行追悼会 泽东同志 给王二卓同志 亲自洗了碗面 一哭耳啄 二哭耳啄 耳啄 金鸣鸣 刘雀重任 谁承受 生未阶级 死未阶级 阶级后如何 得到胜利 方石修 方石修 同志们 刚才毛委员在婉联中问道 耳镯 金鸣鸣 刘雀重任 谁承受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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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委员在婉联中要求同志们 得到胜利 方石修 你们能做到吗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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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到 到 去 到 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年12月11日 彭德怀党率领平江起义后 组成的红武军七百多人 到达井冈山 与红四军会师 这两支红军的会师 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 工农武装的力量 井冈山地区的经济资源 几近耗尽 战士们单一草鞋 天寒地冻 东府未能解决 没有米 没有盐 每天就连三分钱的伙食 都难以为继 五月的时候 我们的总兵力 是一万多 而现在 不足六千人 如果再不另谋出路 不带敌人打我们 自己就困死在山里了 既然碰到如此的困境 我建议 部队赶紧 向锦麟 福建的干南地区 进行转移啊 干南 那个地方 虽然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但是人口密集 遍布森林 气候也比较温和 关键是远离 国民党控制的中心地区 没错 那个地方客家人比较多 我们沟通起来也很容易 那里贫困的客家人 是很同情共产党闹革命的 很多客家人啊 把我们的红军 当成自己的亲人来看待 朱老总啊 我建议 彭德怀统治率领的红五军 以及红四军的伤病员 还有王左袁文才率领的部队 坚守井冈山 我们率领其他的部队 进行转移 我完全同意 所有的留守部队啊 统归彭德怀统治指挥 彭德怀统治 你有什么意见吗 先去完成任务 好 谢谢 你对井冈山的地理环境 非常的熟悉 我建议你也要留下来 协助彭德怀统治 坚守井冈山 你有什么意见吗 茂园怎么安排 我就怎么做 那就辛苦你了 茂园 你带着大部队离开井冈山 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我估计会遇到很多 意想不到的麻烦 你们千万要注意啊 同志们 大家还有意见吗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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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宣布 各个单位抓紧时间准备 四天以后出发 是 1929年3月 由毛泽东主德率领的胡四军主力 在当地客家人帮主下 攻打长廷 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 一举攻下现场 进去 至这边 我们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把这三年来 我们从斗争中取得的战术 给中央汇报一下 现在我就把这封信给大家念一下 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 我们三年来 从斗争中所总结出来的战术 真是与古今中外所有的战术 都是不同的 用我们的战术 群众斗争的发展 是一天一天扩大的 任何强大的敌人 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用的战术 就是游击战术 好 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 其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 用波浪式的推进阵子 强敌跟追 用盘旋式的打圈子阵子 很短的时间 很好的方法 来发动群众 这种战术啊 就比如打网 要随时打开 又要随时的收网 打开以争取群众 合拢以应付敌人 大家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提一提 啊 隐蔽 停 有情况 离避 同志 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你们又是哪个部门的 别误会 同志 我们是红四军第一纵队的 怎么证明 把四军线 这 这红四军 我们是红五军先遣队的 大戏 自己人 把枪收起来 走 自己人 走 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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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自己人 太好了 自己人 什么呀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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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军长 彭军长 毛书记来了 老彭啊 老彭 我来看你了 毛书记 真是辛苦你们了 金刚山没给你守住啊 我是在吉安看到你们张帖的标语 我才知道 金刚山失守的 你真的是太危险了 是我不数不当 其实早应该啊 让你们离开金刚山 我们现在啊 也不要太伤心了 现在干难的局面已经打开 红四军即将进入米西 开辟新的根据地呀 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想法吗 大部分敌军 已经从金刚山周围撤走 我想回去 把金刚山夺回来 好啊 这样的话 就可以完成当时我们 分兵的战略意图了 嗯 控制门给我打 刘晓 走 站 曼玉 可以进城了 好啊 好啊 走 走 杀 红四军红武军会合后 蒋贵战争结束 越贵战端又起 造成了闽西腹地一时空虚 毛泽东 朱德利用这一时机 率红四军 徽戈二次入敏 连客长厅 永定 龙岩三座县城 开创了闽西工农歌剧的新局面 就在此时 中央派遣一批干部 到红四军工作 其中 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 刘安宫的到来 在红四军上下 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政治波澜 这股波澜 不仅是红四军基层官兵的思想 发生混乱 甚至在毛泽东 朱德 陈毅等主要领导干部的心理上 也引起极大震动 一个关于党到底要怎样领导军队的重大问题 摆在了红四军的面前 红四军 红四门 这一次我们彻底打垮了 升城防军第二混成旅 黄岳波团 取得了在罗定休整的机会 所以前卫决定召开这次会议 五月份 我军第二次入民 曾一度攻克了龙岩上海 因为那个时候的工作返马 所以前卫决定恢复二月份 在罗复章会议上 取消的红四军军委 并任命刘安宫同志 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 发现刘安宫同志 在军委的一些工作方式 是很不妥的 对此我是有意见的 毛泽东同志 比如说你多次在军委会议上说 前卫只能管红四军的行动 不能过问军队的其他事务 这是极其错误的 这就是下级党委 限制上级党委领导权的表现 红四军党内部分领导干部 在创建根据地 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 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刘安宫进一步加剧了认识上的分歧 同志们 我们应该本着对党对人民 忠诚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 而不是单于权力之争 职务之争 严重地妨害了我们红四军的纪律 和红四军的团结 妨碍了部队的正常工作 这样 同志们 经过全体道场的同志 选出了十三位前委委员 再由这十三位前委委员 我们来选出前委书记 书记员 到 你 您下票 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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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没有得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 改选了前委 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 没有继续当选 改由陈毅担任 这次大会没有正确解决红四军 存在的主要问题 同志们 为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同志 鼓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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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东同志 我是没办法 才组成了这个临时内阁 我当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我硬着头皮接下来 是为了应付当前的军事工作需要 我已经把前委书记的工作 交给了朱德同志 我明天就去上海招党中央 把我们红四军目前的情况 跟党中央说清楚 让中央派人来解决问题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陈毅同志委托朱德同志 代行前委书记职务 他自己则不辞劳谱 冒着生命危险 只身去上海 向党中央报告情况 来来来 陈毅同志 请坐 好 谢谢 陈毅同志 你从红四军转程来上海 向中央报告一路辛苦了 不辛苦 雷三同志 陈毅同志 你向中央报告的 关于红四军 近段时间出现的一些复杂情况 中央认为十分重大 如不妥善解决 不仅对于 红四军本身的建设和发展 就是对我党领导的 整个革命的建设和发展 都是不利的 今天中央政治局 委派我们几位同志 专程来听取你的汇报 并请你就这些事件 以个人的看法进行表述 陈毅同志 在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陈毅同志 不必紧张 一定要如实地 全面地将红四军的情况 包括中央代表 刘安公同志 朱德 毛泽东等同志的争论 和你自己的看法 都要向中央汇报清楚 以便中央可以 切实地了解情况 做出正确的判断 是 对 陈毅同志 一定不要有什么顾虑 是什么就讲什么 有什么就说什么 就像清理伤口 铃铛铛在黎明中擦凉 梦想在硝烟中成长 多少名字都化作星光 在百 breath 就像海军的忌想 want 在世界里面腿的地呢 我去改了谢谢 收获山河洲央来форм开 我们要非你 有什么时候 MJmentation 也在每天的城市 就是这么小 Service 铛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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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会 魏洒 十字龙撞把家园担当 向着你前往 挺起胸膛 在轻轻突嚷 奔赴指向 新年把第一声的句号追向 为理想前往 向着你前往 挺起胸膛 在轻轻突嚷 奔赴指向 新年把第一声的句号追向 为理想前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